有一天我妈着急忙慌给我打电话 说姑娘我听说你进娱乐圈了 那圈男女关系可混乱了 你加点小心吧 妈 实不相瞒 这就是我进入娱乐圈的原因 不变的是她还是会催我赶紧谈恋爱结婚 有时候会实在没有办法 我就跟我奶奶说 我说奶奶 我现在是一个爱豆 爱豆不能谈恋爱 我奶奶说你别骗我 他们谈的恋爱还少吗 最后一场了 我想用我这几年写过的一些段子 跟大家重新介绍一下我自己 大家好 我是庞博 你们可能不知道 我是交大毕业的 我是交大毕业的 因为我长得又高又帅 所以大家都叫我交大毕业生 而且我妹就整天拿着她的哥哥跟我说 说看看看看 这才叫男人 你不行 过了两天我拿水说 看看看看 你家哥哥他逢了 我妹生气地说 你们男人都不行 我现在就坐在家里刷刷刷刷微博 我就会经常感叹 啊 我们男人又要不行了 你总说他真的很优秀 你会一直陪在他的左右 你发誓你会不离不弃一生守候 直到他公布恋情上了热搜 你为他控屏为他战斗 谁都不能批评你的爱豆 你从来不怕出头攻击其他网友 反正结果都是他来承受 他代言被撤一夜两头 两个人是被谁搞臭 可能是被你搞臭 现在你们发现没有 现在80%的明星出事 然后发声明都会说 我不想占用过多的公共资源 看了我们就生气你知道吗 而且他们还总要强调是 无意占用过多的公共资源 让我们这些友谊要占用 却占用不到人格外的生气 大家对娱乐圈呢 有很多不好的想象吧 说娱乐圈 而于我诈啊 黑暗啊 什么勾心斗角 这那的 我干这行之前 我妈就还很担心我 是吧 你说进去以后啊 要保护好自己 如果有导演呢 要单独约你 你可别去呀 其实没那那么夸张 进来就发现娱乐圈 跟普通职场 没什么也是上班 所谓的什么儿于我诈 也就是跟你们办公室一样 就拍马屁 假仗也就 挺低位演员李旦 哇 掌声又挺李旦 李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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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吧 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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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了 像这样的托儿 以后可以长请 好吧 以后可以长请 大家好 我是李旦 别克新军威拥有九个档位 可以平稳变速 无顿错感 为什么 我一下子又说 别克新军威 为什么要强调 可以连续变速 无顿错感 因为普通的车 只有六到七个档位 变速会有顿错感 但是呢 不要说车 你听着段子 听着好好的 突然一变 你也会感到顿错 我们今天呢 是要聊一个聊朋友 好吧 今天呢 是要聊一个朋友 我觉得呢 朋友这个话题 还是挺有意思的 还是挺有意思的 我发现啊 就是这个 越是亲密的人 叫得越不勤 越陌生的 叫得越勤 对吧 尤其在这个娱乐圈 下课去 陌生人第一次见到 老师 哥 姐 妈 你说这海涛哥 真是太狠了 把这个娱乐圈 这种虚伪的这个客套 推向个极致 你让我们怎么办 我想叫一声 齐山姐 我也不能占你便宜 我怎么办 我只能叫 黄老师 但是黄老师 你知道 我能跟人家学什么 唱歌 人唱得那么好 我学不会 还能教我什么 张大嘴 对人生也没有帮助 对人生也没有帮助 娱乐圈其实挺麻烦的 就是说娱乐圈 交朋友这事啊 就是你啊 要叫得亲 但是呢 你要小心他的粉丝 我不知道你们 发现没发现 就是一个人啊 如果跟比自己 红很多的人 走得太近 那粉丝可能会不高兴 说你不要过来 蹭我们家 那谁谁的热点 别这样啊 不要那么势力 我们就不能交朋友了嘛 再说蹭热点 这个事有用吗 我们海涛哥哥 在快乐大本营 蹭多少年 你看看 冰冰凉 透心凉 对不对 就是快乐大本营啊 那都不是一般的热点 那是娱乐圈的激战的 在激战待了12年 不忘初心 截然一身 何几个小时都感动 跟海涛哥说海涛啊 来快乐大本营 这么多年了 你怎么光顾着快乐啊 接着说粉丝啊 粉丝其实有时候挺讨厌的 大家发现没有 就是现在这个娱乐圈 是这样的 明星之间呢 关系都不错 那粉丝却十分的凶残 明星亲如一家 粉丝相互骂骂 我发现这粉丝 就特别不拿自己当外人 天天就帮着他自己的偶像 出去骂这个骂那个 不好 对吧 我在这里呢 给大家揭露一个娱乐圈 血淋淋的残酷的现实 你别生气啊 就其实啊 真的很少有明星 拿自己的粉丝当朋友 真的 你们别生气啊 你别生气 你们跟着我一起思考一个问题 你们跟着我一起思考 好吧 就是你们想 这明星那个保镖啊 那是给谁雇的 防谁呢 仇人 仇人会去看他演唱会吗 仇人会追他车吗 仇人会查他酒店信息吗 你们回去新闻里数据统计一下 看一看明星的保镖 打过多少次仇人 又打过多少次粉丝 不要生气啊 不要生气 你们有些粉丝做的确实是过分 对不对 在查人家航班信息 酒店信息 其实有点侵犯人家隐私权 又去接机 人家用你接机吗 坐你车吗 那为什么就没人接我呢 最近经常那个什么 我现在不是啊 就稍微好像红了一点啊 有很多工作 现在微信 经常就好多不认识的人 加我 上海就我是哪个哪个公司的 你现在出来接活 多少钱啊 你听听你这个用词 我们国家嫖娼违法 你知道吗 这不知道现在的人咋啊 对不对 其实就是在生活中 还都基本上都知道 谦让 知道礼让 就一隔着这个屏幕啊 说话就特别隔音人 你们发现了吗 就特别没素质啊 就一代互联网用户 人以理智性水平 全面倒退啊 我分析了一下是为什么 就是因为隔着手机吧 打不着了 真的 我们开发一个科技 就我这个手啊 能顺着手机屏幕伸出来 你说你还敢那样说话吗 杜海涛不是一个好主持人 黄岐山嘴真大 脱口秀大会广告震度 对不起 对不起 但是别克新军危确实好 确实好 对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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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这样 为了说这个客气 就是这个客气 不光是陌生人 就算是真的 朋友 甚至是家人 你都客气一点 对吧 虚了点 能和气 你们这个日子过得下去 你像我跟张二高老师 我们多熟了 我现在我都还是要尊称他一声张老师 对吧 不管内心 有多么的不屑 这都是做人最基本的礼貌 希望大家呢 回去以后 对朋友 对家人 都能像我一样 虚伪中 透着热爱 谢谢大家 今天这个股票基金很火 虎干带我投资 带我理财 带我上天台 好朋友 虎干就一个理念 让我们把挣的钱全部赔回去 掌声欢迎虎兰 大家好 我是虎兰 我现在就有一个想法 就是新的投票大会 快点开始吧 我们好好给大家好好说脱口秀 不开始 你就会看见我们到处跳舞 说唱 搞时尚 但我发现你们好像也不爱看脱口秀 就爱看这个是吧 太多烈了 不像 不算 我觉得今年除了参加退休大会之外 我就没干什么正经事 真的都干什么事 带着李旦 还有其他几个同事开始炒股 回馈社会 就这样 许致上还想跟我炒 我说你算了吧 他说哥 你是嫌我没钱吗 我说老弟啊 你一个红绿色盲 炒股是不是太勉强了 李旦在投票大会上面说我什么 带着他抄底啥的 是 实际情况是 我一看股票跌了 我说李旦快买 千载难逢 买完第二天 跌得更厉害了 李旦说这咋整 我说人巴菲特说了 别人恐惧我贪婪 接着买啊 第三天又跌了 别人还恐惧 我们没钱了 然后我们也开始恐惧了 后来我们想明白了 我们和巴菲特差的是理念嘛 差的是钱啊 而且啊 最近周围很多人到年末了嘛 开始做的新一年的个人规划 到年底 明年年底他们就发现 一件事都完成不了 我说你们想想看 你那个四个日历都撕不到一月底 你还做啥规划 事情能不能做成跟能力有关 和规划没啥关系 你们觉得我没拿退后大王 是因为去年没规划吗 还有人说什么 新的一年我要出国旅游 那是你的规划吗 那是国家的规划 我感受到拍灯的压力 有些梗不敢拍 而且我真的发现 一到年底 大家就会做很多荒谬的事 去年 我不知道你们记得看不看这个节目 去年跨年的时候 最后有一个环节 就是我们把烦心的事写下来 放进一个塑料小球里面 然后扔在地上 请了一台压路机 把那个小球压碎 就纯物理迷信啊 就哪怕你烧呢 我奶奶看了 你们这个迷信的方式 是不是不太科学啊 而且说实话 我就发现 去年跨年上面 有抱怨的那些事 现在都不是事了 问题没解决 但问题已经不是问题了 去年就在这个跨年上面 我抱怨 我说七天做一次核酸 是不是太频繁了 我捅鼻子 鼻子疼 捅嘴性病 现在看都矫情 前段时间 我天天做核酸 爱捅哪捅哪 最好捅鼻子 省着张嘴了 但我今天 看完他俩那个 开场舞之后后悔了 应该让他们捅眼睛的 好玩意儿 当然说实话 今年还有开心的事 我今年在节目里面 和丁宁打了球方球 特别开心 未来那场比赛 我还提前训练了 训练 我都问自己 我说忽兰 你这是想赢吗 后来比赛过程 我不跟你们细说 但反正就是 我跟丁宁打完 他就退役了 我就到处说 我打退役 但今年其实 我没少看奥运 有很多人 我跟很多人一样 我不知道你们是不是 反正我真的是那样 就是动不动 就闲人运动员 跑不快跳不高 周围朋友都说 我说人家运动健儿 赛场比拼 你一个亚健儿 这么多话 其实你也不能全怪我 我每天忽视海赫 不断练 我能用到手和脚的地方 也就只有直手画脚了 但我其实 看那种白米的比赛 其实还是挺激动的 就看他们破纪录 就觉得和他们同为人类 我很自豪 就那种 虽然我跑不快了 但他们是人类的极限 但实话是说 人类的极限和科技的极限 其实没法比 因为我就不相信 外星人来攻打地球 他能抓住我 但抓不住苏炳天 除了看奥运 今天还参加了 另外一个全民的运动 就是刷热搜 今天热搜太热闹了 娱乐圈各种 非战斗性简员 有时候我觉得 他感慨 我说 这怎么人上了热搜 反而凉了呢 这是什么神奇的物理原理 有的时候 我就看那个热搜上的人 走马灯一样的 上上下下 我就觉得 现在热搜 像一座围城 往下的人想上几 往上的人想下来 但其实娱乐圈 还是有亮点 对吧 比如说刘德华 出道四十年 他说我只是 任任工作了四十年 很感人 然后看到刘德华 人家说什么 刘德华已经六十了 我说我都自己 这么老了吗 还有好事 人家说 周悦伦都四十多了 崩五了 我就更崩溃了 我觉得再过一些年 大家都老了 朱悦伦出歌 就得叫 听爷爷的话 最后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最近听到一段话 是梁海元说的 他说 他说我 我买完股票 就应该把APP 卸载 密码给忘了 过几年再看 他说忘掉密码 是最好的财富密码 我觉得他的水平 不比巴菲特差 谢谢大家 我是后来 现在这个脱口秀演员 已经可以互相引用 对方的话了 是吧 什么情况 而且忘记密码没有用啊 我忘了你还替我记着呀 霍干 不好啊 但是忽然讲了一些 他2021年的感受 等一下呢 很多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把我安排在苏神的旁边 肯定是我自己安排的 很紧张 很开心 我怕给他摸坏了 远点 摸坏了 赔不起 我们请一些 2021年经历了一些 很重要时刻的当事人 等一下会跟我们分享 他们2021年的感受 大家也看到你们头顶了 还在吊一些海洋球 看到了吗 每次吊满一个字 我们就会触发一个彩蛋 全部都是惊喜彩蛋 所以大家呢 可以期待一下 等一下会有更重要的朋友 来分享 有机生活 新起点 跨年就要 喝金点 感谢 懂幽默 更懂有机生活的金点 独家冠名播出 我们下一位 那些事 对吧